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說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早前有內地人說 很容易看的香港人 真是有樣看的香港人 一眼就可以分辨得出 哪些是香港人 今次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究竟怎樣可以一眼看得穿 他是內地人 究竟內地人有什麼特徵 他是特別容易分辨出來的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一起探討究竟 是否真的有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首先跟大家看看 有人會想 香港人和內地人 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外觀上有人說 現在很接近 年輕的 尤其是年輕的衣著 他們都是很走向那種叫做文青 還是怎樣呢? 很多都是走文青風格 很多人都是走韓風 在外觀上好像很難分別 女孩子或者男孩子 不要說年紀 年紀大的人 我覺得容易分得出 香港的男士和內地 我不要說什麼省市 哪個城市 比較 籠統一些 那些分別 衣著頭髮都已經很不一樣 為什麼呢? 有人說 如果現在香港 很多人 男士 他們都是喜歡 普遍 夏天 油頭 兩邊橙青 all bag undercut 那些髮型 好像彈他頭 整個 又或者人家那些鬼佬 那些 軍佬頭 有兩款 你只是說 軍佬頭 我們那時候 年輕人很流行 綠軍裝 他又不是那些 綠軍裝 他喜歡 可能 頂部 留一點 沒那麼青 甚至乎 有些 上面的頭殼頂 比較長 然後 旁邊 兩邊 都橙青 這種 都不知道 西方 很外國的 那種 款式 髮型 但是 在內地 他們 又不是這樣的 內地 通常 全部 剷得很短 有些人說 平頭 現在還有沒有人說 平頭 那些平頭 那些平頭裝 好像金仔那些 起角 沒有人做平頭裝 四方 有角 都沒有了 內地很少 男士 比較年紀大的 我覺得他們的短髮 很少玩分界 但香港的短髮 通常玩分界 我覺得其中一件事 可以分辨得到 另外 有人覺得 從他的行為上 有人第一時間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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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真的少了很多 對 我自己覺得他真的少了很多 他會有 但是 少了很多 當然 也有 不是說沒有 但是 那個行為上 他們都好像來到香港 除了 剛剛近期那次 在街上蹲下 兩位女士 在那裡吃東西之外 我不知道他們在玩 還是怎樣 但是 其實 我自己覺得 已經不太多了 另外 有一個 看法 有人說 衣著 周辛明牌 都是男士 我覺得 從衣著角度來說 尤其是內地人 比較中年男士 開始 幾件事 就可以看得到 第一件事 穿衣服 他會穿那些 舊時很流行的 穿那些 好像 很薄 不會說 它不是纖維質 好像 透透的 看得到 穿衣服 有領 那些 通常是黑色 橫條 橫條 然後 整條西褲 整條皮帶 一定要有名牌 例如 G LB 等等 更漂亮的 卡地碼 那些 總之就是名牌 全部名牌 Logo 大大塊 凸出來了 摺衣服 一定還要摺衣服 然後 懶老鞋 懶老鞋 其中有人認為這是一個 icon 舊時候香港 曾經 潮流流流過一段時間 穿懶老鞋 穿不穿襪 老套兼不噁 那時候 年輕人經常都說 但是一段時間沒有了 其實這種懶老鞋 我們記得 如果你從西方的文化角度去看 他們那種衣著就是 你穿懶老鞋 穿一條短褲 他們也穿衣服 那種衣著就是這樣的 他們穿短褲 短褲 短褲 那些四角骨 類似 然後整個懶老鞋 夏天穿 但是 如果你反過來 在內地人士 他們那種衣著就是 可能懶老鞋 有些是皮鞋 很容易分 他們很喜歡穿皮鞋 我也覺得 香港又反過來 香港是穿西裝皮鞋 正常的情況下 你不是穿西裝 香港人很少穿皮鞋 現在反過來 也有 中年男士也有 但是現在的情況 好像普遍少了 但是 有一件事 他們是特別喜歡穿這些名牌 在身上 這事實是 就算 你穿運動服 簡單一點 比較輕裝的 你也看到那些褲子 衣服 全身 都好像有logo 那你不要管那些logo 真還是假 另外 我覺得 一件事 不知道什麼時候 香港人都跟了 有一種風潮 內地的人 男士 不是說女士 他很喜歡夾著 一個很大的銀包 大過女士的化妝袋 起碼兩倍 很大過的 那些鱷魚皮 很流行的 現在就好像拿著一個小的notebook袋 或者那些平板電腦袋 但是都是品牌 都是鱷魚皮 很薄薄的 他們很喜歡夾著隔膠底 這樣走 通常我在香港 早一兩年都看到有 不算是疫情都看到 我都看到有人這樣 然後就拿著兩個電話 不知道以為他收帳 還是怎樣 那種像古惑仔 那種著法 跟以前古惑仔的衣著不同 以前古惑仔的衣著 是不會夾著包包的 通常那些像大佬級的 才會夾著這些包包 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內地也興起了這種著法 甚至乎 我覺得這一種是由內地 是不是內地傳過來的 因為我在賭場見得多 那時候我在澳門賭場 看到那些圖巧 那些包包不大 不大 不小 但是又薄一一的 在感覺上薄一一的 通常他在賭櫃上面 在賭櫃上面 在賭櫃 你看他輸了錢 又拿些錢出來 又輸了又拿些錢出來 我可能說你的包包也挺薄的 但為什麼裡面好像黑洞一樣 拿極有錢出來 其實很容易識別的 在澳門賭場的也是 你可以怎樣分辨到 哪些是香港人哪些是內地 又看得到 他們當然衣著 再加上我剛才說的 短頭髮 還有一些戰豬頭 這件事也可以分辨到 有人說 不要說男還是女 如果女士很喜歡穿套裝 運動套裝 曾經有一段時間是 那些閃亮亮的 我忘記了什麼牌子 這些是歐洲的牌子 名牌 又有粉紅色 又有深藍色 一套 好像蛹 像蛹 運動套裝 然後 通常背包 這種 再加上球鞋 其實 內地最喜歡穿的 其中一個品牌 我不管真還是假 巴黎世家 他們很喜歡穿巴黎世家 可能因為 本身巴黎世家 某款鞋 特別貴 他們都很喜歡穿 很容易看得到 當然 如果從外觀上說了那麼多 有人就說 氣味 其實 一回到內地就有一種特殊氣味 可能是渠口 但他們說 內地人也有一種特殊氣味 簡單來說 有人說 為什麼內地人會特別大股氣味 其實 我自己 估計 和飲食習慣有關 在深圳 深圳 可能會比較多 因為 吃的食物 通常都是很濃的味道 你不要以為 香港人特別香 不用怕 香港人也很快會有一種味道 其實為什麼這樣說 不過他們可能會喜歡 塗多些子岸劑等 和飲食習慣有關 香港人很喜歡吃的辣食物 酸菜魚 辣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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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件事你會知道 尤其是北方人 我看到有些內地 美食博客 他們拍片吃內地的食物 舉例子 他們很喜歡吃肥膩的食物 豬肘 豬手 炆得軟 豬手 不肥不吃 然後 紅油大豬大腸 等等 重一點 什麼都辣 吃豬手 我看到他們真的加粒生蒜 好像韓國仔 韓國仔吃東西 拿著青陽辣椒 青色辣椒 他們叫青陽辣椒 一口飯 一口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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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過來 有些北方省市的人士 是這樣吃的 他們咬了一口生蒜 一口生蒜 然後吃豬肉 肥豬肉 很過癮 他們覺得可能是化解那種油膩感 但是 蒜頭 和一些很重味道的食物 會影響到你的身體 發出的氣味 另外 他們很少用知韓國仔 這也是 很容易看得到 有人這樣說 通常 有些人現在流行穿鬆高鞋 對 我不知道 那些女士 他們很喜歡穿那個底 很厚 我經常想 穿得那麼厚 底下走路 很容易摔街 他們見步如飛 很厲害 可能 觀感上面高一點 高挑一點 說了那麼多 這種 好像我們平常見到 其實還有一種 女士 現在內地的女士 全部都一色一樣 你不要管她整也好 真也好 假也好 你看到他們 無論化妝 衣著 甚至乎外觀 很容易看得到 他們接近差不多 同口同鼻同醫生 化妝也是 比較白 嘴也比較紅 通常露出 瘦滑的長腿等等 這種是比較中 年紀 事業型的女性打扮 年輕人 通常做圓圈的金絲眼鏡 他們通常都是這樣 穿著普通的T恤等等 有人說 這些就是外觀 如果外觀分不清 你可以在電話裡分清 為什麼 主要你看看內地和香港人拿著電話 他們看的東西 就一定不一樣 拆抖音 小紅書 用的社交軟件 通常都是Vchat 香港人看IG Facebook 用的用Whatsapp 通常都是 複Whatsapp 當然 大家有共通點 都很喜歡看影片 看內地有龐白的 一分鐘看完整部電影 甚至低能搞笑 其實現在也有些位置很接近 當然 有人覺得 說話很大聲 說話很大聲 我又覺得香港人不是一樣 有什麼分別 有人說他們穿衣服很花 其實外國人穿衣服很花 有人說 最容易認 就是走路的姿勢 中年男士 是這樣的 尤其是那些 好像肥肥子那些 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中年男士他們走路 或者內地男士走路 他們真的會有 一下一下 好像以前 我們看 最容易看 大佬B 你看他拍鼓滑仔的戲 他好像大佬級 外八字腳 兩手一路走一路 一路走一路 那種 那種 那種姿勢 很多人都是這樣走路 香港人又縮默一腳 走路 都是這樣 當然 當然 有人說 內地人喜歡用某一種品牌的袋子 我覺得也未必是 但他們會特定 某幾個入門級的國際品牌 包包 這也是 有人說 在年輕時 女生的打扮 抄到寒妹十足十 但通常有幾個位置 可以分別得出 就是那些口紅 然後 金絲眼鏡 寒妹通常那些 他們是沒有鏡片的 但內地女生 通常那些真的是近視 那副鏡片有鬼鏈那麼厚 有人覺得在這個位置 可以分別得到 還有 說話特別吵 喜歡Biliba 等等 我覺得 有些位置跟香港差不多 但其實 有很多位置 攝衣服 其實很多年輕人都很喜歡攝衣服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以前我們都會 穿校服 很多人要求你摺衣服 但現在我們不喜歡攝衣服 沒有了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件事很有趣 有人會特意去看看 究竟他是不是這樣 吃東西 吃東西就打開腿 很多人喜歡打開腿 有時候單手擠著桌子 真的很像大爺的感覺 有一件事 我都覺得他們還沒習慣 內地吃東西 那些垃圾 真的他們就這樣 吐在地上 有時候我看到 周圍他們有垃圾桶 他們都不會放進垃圾桶 這個我也是批爆頭的 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試過看到 那些女士穿旗補加波鞋 是嗎 不是吧 那些大媽來的 哈哈 又或者 西褲絲襪 黑皮 對 黑色的絲襪 但 無論他們去到哪裏 那些女士都會穿得很漂亮 高跟鞋 吊帶裙 你去主題樂園玩 你會玩過山車 你穿成這樣 好奇怪 當然有些現在都會 穿一些Castlewear 比較輕裝一點 有些喜歡在後面夾著 用髮夾 帶大鱷魚夾 夾著頭髮 那些女士 是的 這件事 還有一件事 香港人都有 但現在少一點 很多中年的內地 男士 都很喜歡留著手指尾 不知為何 我沒有好奇 去了解 我不知道為何他們 特別喜歡留著手指尾 是的 很奇怪 有人就說 這些全部都還是可以一眼 你可以分辨得到 究竟 你出到外國的 大家也同樣 舉例 你在韓國 去韓國玩 去日本玩 大家一眼就可以這樣看得出 不知道你 有些什麼 可以一眼看到 這一群是香港人 這一群可能是廣州人 這一群可能是重慶福建 你怎麼可以分辨 一眼可以分辨到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一起研究一下 好 今集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